3月22日,台湾高雄市市长韩国瑜率经贸团访问香港,签署总额约24.7亿新台币的订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明当天会见了韩国瑜。 当天的签约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 签约内容包括高雄市农会、高雄区渔会与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签署合作协议。 高雄市与各地企业签署农副产品采购合约,总额约24.7亿新台币。 陈茂波致辞时表示,在2018年,香港进口的农产品、鱼类产品总值达612亿港元, 其中44.6%来自亚洲各地,当中台湾占3.6%,相信这次签署合作协议一定能够为高雄的产品开拓更大市场,找到更多商机。 他希望未来香港和高雄可以继续加强在经济、贸易和人文上的交流和合作。 一直以来,香港跟台湾的经贸关系非常的密切。 在2018年,台湾是香港第三大货物的贸易伙伴。贸易总额超过540亿美元。 在过去5年,双边的贸易每年都有增长。 这个增长平均是2.8%,因此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庞大。 我希望未来香港跟高雄可以继续加强在经济、贸易和人文上的交流和合作。 韩国瑜致此时表示,过去台湾农鱼产品对香港市场的开发有限。 此次在香港,感受到城市非常宽敞,商业机会也非常多。 且香港经济向科技转型,这是高雄需要学习的地方。 中午,跟我们行政长官林郑女士吃饭,他讲了一个数字,把我吓一跳。 他说,在香港所有进口的农产品、水产品、日本食物,占了将近四分之一,25%。 照刚刚我们财政市城市长的报告,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进口额, 我们台湾只有占香港的3.6%。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拉到10%、12%,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显然,我们台湾农产品、水产品过去,基本上在香港这个开发是不够的。 所以刚刚行政长官讲了,这个数字以后,让我真正的吓了一跳。 另外,他又讲了第二点,也让我觉得很有学习的地方。 他说他担任公职人员39年,他看到香港这么多年,一点一滴的进步跟成长。 金融海啸之后,他发现香港不转型,绝对不行。 所以他大力推动科技产业。 像这些都对我来讲,身为高雄市长,要学习的很多。 对于此次香港之行,韩国瑜强调三个目的。 第一,交朋友。 第二,卖东西。 第三,吸引香港朋友到高雄旅游。 他形容高雄这个经济巨人就如同睡美人, 被白马王子轻一下就能醒了,未来不可限量。 希望香港商界到高雄去,来得越早,赚得越多。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林隆安致此时表示, 高雄和香港同是著名港口城市,非常赞成韩国瑜或走出去, 人尽得来,高雄发打财的理念。 这次签署协议为双方提供互惠平台, 希望双方都能找到商机,常来常往。 韩国瑜疫情当天在港的行程, 还包括与信河集团主席黄志祥等香港知名工商界人士座谈, 观赏维港灯光秀,以及与香港旅游业界座谈。 我们部門来说,